花蓮世妙闲幼儿园今年创立40周年第40届毕业典礼之前 延续了多年的传统 13号是举办了毕业生水球洗礼 而这一项大半毕业班的小朋友们期待已久的活动 现场水球水桶水枪等等的装备进出 师生们是开心的打水仗 小朋友尽情的泼水玩耍 园长也借此祝福孩子们都能平安健康成长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四 花蓮世妙闲幼儿园今年度已经创立40年了 第40届毕业典礼之前 延续多年的传统 13号举办毕业生水球洗礼 现场水球水桶水枪等装备进出 师生们开心的打水仗 漫天抛飞的水球令孩子们浑身湿透 园长也借此祝福孩子们能够平安健康成长 打水球泼水有去除疫病 净化人心 洗净祝福 祝愿人畜兴旺与五谷丰修的意义 在佛教上撒进预佛 更要洗我们身心内外的污秽 可以让我们身心能够得到寂静 平安的意涵 我们妙闲幼儿园成立到现在四十年 我们这次今年也刚好要欢送第四十届的毕业生 所以我们打水球这个传统已经三十多年了 行之有年 形成我们一个元所的特色 那我们知道泼水啦 撒进啦 甚至像我们佛教讲的玉佛 都可以给我们一些洗涤 身心内外的一些污秽 然后给我们一些健康平安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们园长就是持续多年 一直要坚持这个传统 那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七月二十二号 要在阿美文化馆举办毕业典礼 星期六的下午 也希望家长可以一起来参与共襄胜举 那大班毕业生呢 我们也会在七月六七月 我们开始做一个幼小衔接 一个先修的课程 国小的课程 我们一些国语啦 数学基础的东西 我们先让它有更好的打基础 那接下来其他的呢 就是比如说像教室啦 厕所啦 幼儿园跟国小的一些不同 我们也好好的跟他们介绍 让他们更好的能够适应国小的生活 那我们园长也说 谢谢四十年来 所有花莲相亲的一个支持 我们也希望每一届的毕业生 都有更好的发展 更快乐 更健康 这项有妙型幼儿园 别出新彩设计的水洗毕业生活动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成为毕业典礼前的传统活动 妙型幼儿园一起在7月12号举行毕业典礼 今年应届毕业生 加上了中小班还有74位小朋友们 取得下场泼水的资格 而幼儿园的16位小朋友 则是在盘管理 加油 充当拉拉队员 严方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祝福小朋友们 健康平安 快乐活泼 进入小学 迈向人生 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进入小学典礼 换成不到 进入小学典礼